把中间键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把接口做完了 这个接口中呢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list的这个接口 然后这里面还立足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的问题 之前在没有express的时候 写的那个代码中呢 它是通过这个login check来判断的 设复登录 然后不登录就反复微登录 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法就再直接用 刚写的这个login check中间键了 因为要用的话呢 就必须放在这个地方来用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就没必要说那么的 就是哪个地方都需要用 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如果是判断这个 session.u的name等于空的话 就它如果等于空的话 我们就给它返回那个什么的 这儿写啊 返回一个error model 但是这儿有加个return 要返回一个error model 然后里面加个message 比如说未登录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就它是个管理员的话 管理员界面呢 如果是用户名没有的话 就说明它是没有登录 然后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未登录的一个提示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return大家要记住写啊 要不然的话 这个执行完之后 它会立马再往下去执行 这样就坏了 那这一步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打开这个8080 adme.html 有个地方没有开 在这个地方扩大一下 在这个return 这里面 我切换一下我的nod.js OK 大家看它返回一个数据错误对吧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面就返回的是未登录 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登录过对吧 比如说我们进这个login点去吧 我们登录一下 张三 一二三 登录 好 登录完之后 大家看这个接口就返回了正式的数据 是吧 好 就说明我们这块呢 确实是已经生效了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做这个detail这个接口 detail这个接口呢 我们还是跟之前套路一样 我们去之前的这个blog1这个问题家 把之前的那个detail这个拷贝过来 就这个地方 把这个逻辑拷贝过来 就可以了 注释我们就不拷贝了 然后在这直接删掉粘贴一下 好 getdetail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是引用过了 我可以先把这个例子的折贴下来 这个是引用过了 直接从这个controller里面引用过来的 然后这个id是没有对吧 id没有 所以说我们id可以通过request.query.id直接获取 对吧 因为id它是一个UIL的一个参数 我们express可以直接解析这个参数 放在这个request.query里面去 ok然后return result是一个promise对吧 return results.then然后data 然后这里面是return这个 当然我们肯定不能那么写对吧 根据这儿的规则我们得写一个response.data 对象就不用写了 response.data.json 然后把这个new successmodel给它传过去 ok这个就响了 这个响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index里面 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点开一个页面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详情页它就会获取detail这个接口对吧 获取detail这个接口呢 它里面就返回来我们正式的数据 然后就显示在页面上了 好这个detail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之前写的 写的是一个新键对吧 好新键的它那个路由是new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return了 而且这个新键的这个方法是post return了post 然后把这个new写上 然后写个中间键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中间键 你用见头函数写也行 直接用function写也没有问题 这个都没有什么要求 当然还是统一坏的好 比如说我们这儿就统一起来 写见头函数吧 把这个删掉 写见头函数 然后折叠起来 这里放稍微改一下 好这样的话就统一阶段函数了 好new里面呢 我们也是从之前的直接去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改一改 新键博客对吧 以前第一个这个地方直接是login check去验证登录的 对吧 如果没登录就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接入这个刚写的这个中间键了 我们就叫login check 然后required从哪应用呢 从这个midware这里面 这个里面可以把这个login check应用过来 这是这么定义的对吧 当然它返回的直接是一个函数啊 它导处的直接是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用打过号 因为它导处的直接是个函数嘛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应用过来就行了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没必要在这儿写这个登录检验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加个中间键就可以了 大家看是不是很清晰 遇到中间键之后呢 我们看这里面 然后它会判断request.session.user name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直接去执行next对吧 然后没有的话 它就直接返回一个error model了 执行next它是什么意思 执行next肯定就是执行下一个中间键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request.body.author等于 request.session.user name 这个没问题 然后new blog new blog 这儿也是用到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函数 然后把request.body 填进去 然后return without.then 然后data 这个地方还是跟之前一样 直接request.json就可以了 把这个new successmodel放进去 好这样的话 这个new就是新建博客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再去展示一下 我们到这个admin这里面来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博客 测试嘛 我就先随便写啊 基于express实现的博客系统 然后内容呢 我们就随便写一下 好 点创建 创建成功对吧 创建成功 然后回来了 点一句之后 详情也没有问题 用户命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 我刚才一点之后 直接跳到这个桌子的页去了 好 关闭 新建就完成了 新建完成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路由 是update update跟新建一样 也是通过post的形式来实现的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折立下来 然后router.post update 同理啊 更新这个地方也有一个login check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跟这个新建一样 把这个login check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后面写中间键 好 这两个怎么写呢 我们直接拷过来 这个登录验证我们就不用拷了 对吧 我们已经有中间键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把这儿拷回过来 然后update的blog应该是上面就已经引用了 从controller上面过来的 然后results.then 然后value ifvalue的话呢 是返回一个successmodel 如果是arrows呢 就返回一个arrowsmodel 所以这儿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这儿也一样 response.json 然后把这个new errormodel给它放进去 好 这就是更新对吧 OK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试一下 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博客 我们点编辑 点编辑进来之后 我们分别在每一行后面加个1吧 好 保存 报了个错 报了个错 我们看一下 到控制台看一下比较直观 应该是这个rd的问题 大家看这个rd是一个未定义的 对吧 我们在刚才details里面 这个rd是通过这个requestedquery.rd来获取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也同样的道理 直接通过这个来获取就行 保存一下控制台 OK 然后我们再重新提交一下这个保存 好 更新成功对吧 更新成功 然后回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已经更新完了 对吧 OK 那说明update也没有问题 让我们折起来 折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删除 删除跟update也一样 也是一个post的一个请求 然后有一个路由是delete 对吧 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登录的印证 所以我们就这么写 router.dr post 斜线不要忘了 delete 然后login check 登录印证 然后再写自己的中间键 其实这儿的中间键 大家看这个next都是空的 都是灰的 都是灰色 就说明它确实是没有用过 对吧 然后没有用过这个next 大家不传也行 但是按照规范来说 也不能叫规范了 就按照习惯来说的话 这个next还是要传进去的 传进去的话 看起来比较统一一些 而且你传了个next 之后大家一看 就是个中间键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 这个next不管用不用 我建议大家都是直接传进去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拷贝过去就行 author等于request session 这个没问题 result等于delete blog delete blog应该是 这儿也引用 就是controller里面的函数 到此为止 这个controller里面 引用的函数 我们都已经用过了 对吧 然后id一样 也是通过request query.id来获取 然后author 然后result导致 这儿就跟那个update 是一样的 就如果成功了 我们也返回一个 successmodel 对吧 我们就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如果失败了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errormodel 当然提示信息要改一下 就删除博客失败 对吧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把刚才新建的 这个博客删掉吧 OK 就已经删除成功了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 经过大约十来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把 删除 更新 新建 详情 list 这几个路由 全部都实现完了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基于我们之前 做过的一些工作 就像这里面的一些工作 以及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工作 以及基于我们现在开发的 这个login check的中间键 很方便的就能把 这一套东西给弄完 而且这个如果和之前的对比 大家看 每个都是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之前的呢 都是通过一个一个f 去混在一块的 所以说 从这个设计模式的角度来说呢 这种方式其实是 不利于设计的 就是这个依托代码用f什么来混在一块 其实是不太好的 应该是用一些拆解的方式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什么中间键的这种方式 来去把它包括拆解开 虽然说我们这儿都写在一个文件中 但是如果想拆分的话 像这种单函数是很容易拆分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这个login check 是在内部定义的一个函数 而且没有什么规范性可言 在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把login check定义到外面 定义到Madeware这个文件夹下面 就这里面对吧 然后直接引用过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后面可能会有 再扩展其他的中间键 如果有的话 你就直接放在这个Madeware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 是可以全局贡献的 就不一定是这个 Blog.js这个文件可以用 其他的文件 其他的路由也可以去使用这个中间键 来做判断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 把一些基本能力都 给它抽离出来 集中起来 就是可供系统 其他的一些函数来调用 或者说接口来调用 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一个设计模式 OK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路由就讲完了 我们还剩下一大部分 就是那个日志部分 我们下一节看一下日志 该怎么去通过Express 来简单的去实现日志